玉璃镇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乡镇 环冰所清洁人员是因应配置52元 然而实际却只有倒值26名 担负起了全镇的环境维护 以及加护垃圾收运清运 那么从0918地震到0403地震以来 又多出的公共设施遭到毁坏 目前也有多出的道路拓宽工程也正在进行 而玉璃镇是三个里 共同响应了玉璃清洁周来进行大清扫的工作 共同维护社区环境整洁 改善周遭家园的卫生 从0918地震到0403地震以来 有多出公共设施遭到毁损 目前玉璃镇也有多出的道路拓宽工程也都在进行当中 不过玉璃镇的清洁对人员人力不足 政公所从6月份开始就号召个礼全民动起来 希望就是这个环境清洁周 大家一起动起来 也希望就是说由我们来做这个表率 然后希望全镇的证明 在这一天甚至平常自己把自己家门口扫干净 镇的公共区域来交给这个清洁队员来做清扫 其中泰昌里长也趁暑假期间带着孩子一起共同打扫整理环境 预阵面幅辽阔社区环境整洁卫生刻不容缓 极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守护居家生活环境品质 也希望说大家能够看到 也希望就是说更多的父母亲能让自己的小孩子来参与 让他从小就培养这个爱护这个自己家园的这种观念 玉璃镇是全国面积最大的镇 环境所清洁人员应配置52元 但是实际却只有倒置26名 担负全镇的环境维护与江户垃圾收送清运 政公所期待全民动起来 一起来响应活动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